云南节将至,行走在香港新界的元朗街头,不时能看到不同大小的花牌矗立路边, 其上苗龙画凤,画团紧簇,净显节日氛围。 作为香港历史悠久的纸扎装饰,花牌于2014年被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迷路, 在香港传统民俗节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 这家位于元朗的特殊花店中,出售的并非鲜花,正是香港特色的花牌。 李延记花店是目前全港仅存的几家能够制作巨型花牌的老店之一, 有近70年的历史。店主李翠兰,人称兰姐,她十多岁跟随父亲李锦岩做花牌, 如今已入行半个多世纪。 在兰姐看来,要制作一块合格的花牌,除了纸扎、折花、上棚等工序外, 写大字才是花牌制作的灵魂所在,也是她自小训练的童子宫。 当年父亲用酱糊写了底字,让她用棉花糊在字上, 儿时的李翠兰日日练习观摩,终得父亲真传。 轮到我去痴棉花那时候,重新医治她的筆画,再写多次。 还有每一次我爸爸写那个字的时间,我就站在她旁边, 就看着她用个筆画,是哪个画是暗到,哪个画是剔到, 那自己就用报纸去练,练了就写了,写到她的字。 兰姐身庵是花牌亮眼醒目的秘诀,除了下笔有深, 颜色的选择更是其中精妙之处。 我们用的颜色一定要鲜艳,它的主题是最重要的, 所以用到最鲜艳,最漂亮的。 喜庆那些多数都喜欢用红色的,那些蓝色那些就尽量少一点, 但你没有又不好看,所有的花都有蓝色, 你那个字是浅色的字,你那个底就要深一点的色, 如果你有两样都浅色的,你便起不到个字出来。 娴熟记忆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练习, 过去的五十多年间,一天低头写字十多个小时对于兰姐来说是家常便饭, 因而肩颈手腕处的严重劳损也成为她如今的遗憾。 索性在退休之际,她密得两位接班人将父亲的手艺悉数传承。 随着科技发展,如今不少花店已用电脑打印代替手写大字, 但在这位老行家的眼中,手写的花牌有着不可替代的鲜活的人情味。 以前我这样跪在这里,在这里写, 现在就要拿一张椅坐,不行了,一张脚。 以前那些是用人手写的, 一个花牌是十多尺寸,是写二百多个, 店铺名,要用毛笔吊了一张手,写了一整天。 但现在就不是,现在用电脑, 所以现在的工序就快了很多, 但是我都觉得人手做比较好看的, 山洞一些,电脑就叫做死板一些, 千篇一律这样。 随着时代更迭, 这种传统记忆也在不断创新和于是俱进。 以前就向高发展,就比较危险一些, 后来就不整那么高了,就向环发展。 那我试过有一件整百多尺这么大都有的, 有些小的就二十多尺啊, 那些普通就是楼宇可以用到的那些啦, 如果空旷的地方呢,就可以大型一些咯。 那现在这个师傅呢,就想到在室内啊, 就是做些小型一点的花牌, 为什么整小它呢? 你就个商场可以摆得到嘛。 近年来,在两位徒弟的推动下, 李延记的花牌从乡下围村走进时尚商圈, 从街头巷尾搬入高楼大厦, 也将这种历经时光的传统香港文化带入更多人的生活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延记